我们讲最后一个主题 是叫做化疗后的手马脚马的中西医照顾 为什么突然想要讲这个题目呢 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 大家都知道说这一张时代的 我们看到说光绪皇帝跟武大郎 有什么共同的特色 有没有人知道光绪皇帝跟武大郎 有什么特色 共同的特色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会说他是不是都是古时候的人 对啊他本来就是古时候的人 都是矮个子 这个回答也蛮不错的 好像光绪皇帝并没有很矮 其实这两个人呢 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很特殊的特色 他们怎么死的 有没有想过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被他老婆下毒下死的 一个被他名义上的老母 也是下毒下死的 所以这两个人呢 其实都是中毒死亡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 就不只是历史上 我们现在台湾也有很多人 都被这个塑化剂跟黑心油 给下毒 也下毒了很久 只是我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可是过不久会不会生什么病 就不知道了 其实我们中医治疗癌症呢 其实我们中医治疗癌症呢 其实我们中医治疗癌症其实常常都用一些什么 无功 用一些什么蝎子 用什么残除来治疗癌症 其实我们很喜欢用以毒攻毒的治疗方式 那其实我们癌症的西医的治疗方式 包括化疗 放疗 刚才于医师有讲过 于医师有讲过 中医讲的说药籍是毒 然而西医来讲药也是毒 这些西医所用的癌症治疗药物 其实跟我们中医的一样 都是一些毒药居多 特别是化学治疗药物 然而毒药下毒会让病人死亡 用这些毒药治疗癌症 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特别是一些 口腔 嘔吐 口腔黏膜的伤害 或者是骨髓毒性 这些副作用看起来都是一些急性的 然而癌症治疗当中的一些化疗 甚至一些标靶治疗 它长期用下来 其实还是有一些慢性的副作用 今天要讲的这个手马脚 就是这个癌症治疗药物 造成的这个长期的一个周边神经的毒性 是属于一个慢性的副作用 会造成周边神经的中毒 它不只是最后产生周边神经的病变 然后我们升级的神经系统 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中枢 中枢就是你的大脑 小脑 眼脑 再加上积水 其他的神经系统就叫周边神经系统 就是周边神经系统 你看这就是周边神经系统 然后我们化疗药物 常常会对这个周边神经系统 产生中毒的现象 产生一些毒性的反应 变成所谓的周边的神经的病变 然后除了我刚刚提到说 癌症治疗用药当中 其实化学治疗药物应该是最毒的药物 最毒的药物经常就引起周边神经病变 所以这个今天讲的题目 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简称叫做化疗导致的周边神经病变 简称叫CIPN 然而不是只有化疗药 你也有一些标靶药 也会产生这个问题 怎么样的化疗药会产生周边神经病变呢 基本上还蛮多的 比如说大肠癌跟胃癌用的奥沙利婆 基本上就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另外卵超癌肺癌头颈癌常用的博类 无论是顺博还是卡博 都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而我们乳癌常用的太平洋子三醇 欧洲子三醇 以及晚期乳癌用的一个赫勒维 也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另外我们多发性骨髓瘤 或者淋巴癌常用的这个长春花茧 也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另外多发性骨髓瘤常用的标靶药药物 叫做万科甚至有一个赛德 也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所以看得起来出来说 癌症治疗用药当中 造成周边神经病变后遗症的药物 还真的蛮多 绝大部分都是化学治疗的药物 所以有人认为周边神经病变 所导致的元凶应该是化学治疗 然而有些标靶治疗药也会 那我们都知道标靶治疗药 确实也会造成周边神经的病变 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赛德万科 有越来越多的标靶治疗药 被探讨说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因为这边现在所发明的标靶治疗药物 虽然它是很精准的能够攻击癌细胞 然而就像我们的雄风三型的飞弹 也偶尔还会误射 射到那个渔船 造成那个渔船的伤害 所以这些所谓的标靶治疗药物 虽然很精准的攻击癌细胞 但是还是有些标靶治疗药物 很不小心地去打到我们的 所谓的神经系统 造成周边神经系统的病变 然而还有一些癌症治疗药物药 也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比如说目前都知道 美国有一个前任的第三九届总统 叫卡特 卡特得了黑色素瘤转移到脑癌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 他就坐在教堂告诉他的教友 他把黑色素瘤脑部的转移的肿瘤 全部都治好了 他是用什么药物 他就用这个免疫治疗药物 免疫治疗药物是一个非常贵的药物 你不要想说很贵的药物 应该就不会有周边神经病变的发生 一样免疫治疗药物他会去攻击 用免疫系统去攻击癌细胞 相对来讲这些免疫系统 也会不小心的去攻击到周边神经系统 也会造成周边神经的主性 所以癌症治疗的用药 无论是标白药、化疗药、免疫治疗用药 都会造成周边神经病变 然而周边神经病变 产生的这些周边神经病变症状当中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手麻跟脚麻 所以化疗后的手麻、脚麻 其实意思就是照顾我们说 你很可能有产生一些周边神经病变的发生 然后周边神经病变的症状 不会只有手麻、脚麻 有的病人是以麻痹感 手脚无力 甚至有的病人会觉得说 他觉得那个手机 如果转成震动的时候 他不知道手机 有人打电话给他手机震了老半天 他不知道有手机在响的情况 另外呢 有的人如果做所谓的反射 所谓的膝反射 或者是一些关节反射 他的反射的功能力会下降 甚至有人会告诉你说 他感觉会成迟迟钝钝的 什么叫感觉迟钝呢 他过去拿筷子的方式拿得很好 甚至有的人觉得说 他拿笔的方式 就写字写得越来越歪七扭八 甚至有人会觉得说 奇怪这个手部跟脚部的地方 感觉怪怪的 好像蚂蚁在爬 甚至有人很厉害会有这种神经痛 甚至有刺痛感 甚至会觉得说摸这个桌子的时候 本来我们摸桌子没有任何感觉 可是有这种周边神经病的人 会觉得摸桌子本来一个平滑的桌面 他觉得这个桌面怎么突然变得很粗糙 甚至会觉得有一些刺痛感 甚至有的人会有一些烧桌感觉 甚至有的人厉害的病人会变成怎么样 他会对冷热感觉特别敏感 本来是一个很平常温度的一个温水 他就觉得这个水变得很热 就是有冷热感觉的 变得非常敏感的情形 当然这些都是属于一些感觉神经的病变 还是有些病人 这个周边神经病变厉害的 会运行一些运动神经病变 包括他的手脚就完全无力 手脚无力 甚至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自主神经 会造成病人有便秘尿失禁的情形 所以这周边神经病变 如果程度不是很轻微 就是有手马脚马 程度严重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运动的神经 影响到自主的神经 所以我们这种化学治疗 引起的这个 癌症治疗所引起的周边神经病变 其实癌症治疗用得越久 基本上这个周边神经病变的机会也会越高 就像这个电视上有个广告 有一个阿嬷 她孙女在旁边骑脚踏车 这个孙女不小心骑脚踏车 这脚踏车不小心轮胎 压到阿嬷的脚 阿嬷竟然都没感觉 她说阿嬷你怎么都没感觉 阿嬷跟她说 不好意思我糖尿病太久了 血糖太多了 血糖太多了 时间太久了 血糖太多 就会时间久以后 这些糖就跑到周边神经病变 造成神经的重途 就会引起糖尿病的周边神经病变 一样化学治疗药物打得越久 癌症治疗用药用的越久 跟这个糖尿病越久一样 一样就会有产生所谓的 累积性的周边神经病变 只要你用的药量越多 次数越多 药量累积的身体累积的药量越多 周边神经累积的毒性越高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机率会越高 程度会越久 所以刚开始有手麻脚麻的病人 在癌症治疗期间有手麻脚麻病人 你会发现到说 越到后面治疗以后 这个手麻脚麻牵向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开始出现疼痛的感觉 甚至后来会变成手脚无力 手脚的功能变不好 原来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当病人在癌症治疗期间 产生手麻脚麻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医生 如果这时候 可能要请医生注意 这时候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来继续给这些药物 很可能会让这个周边神经毒性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严重 所以癌症治疗用药这个产生的 周边神经病变 到底是不是很常见 难道是因为今天我要讲课 叫做买茶说茶香买花说花 没香不用钱 老红妹瓜自卖自瓜 说这个很常见 来我们来看一个医学上的统计 在2014年的腾痛医学杂志的分析 告诉我们说 癌症治疗结束之后一个月 有这种周边神经病变症状的病人 有比例有多少 有将近有七成 结束后三个月 大概有几成 有六成 结束后半年应该少很多了 大概还有三成 三成其实也不少 十个病人就有三个病人 在结束后的半年 还有周边神经病变症状 另外还有一个研究跟他研究是说 在这个奥沙利博 用在胃癌跟大肠癌的化疗 治疗结束后七年 你想说七年 结婚七年都可能会有七年滋养了 那化疗结束之后 应该不会有周边神经病变了 结果发现不对 其实有89%的病人 在化疗结束之后的七年 还有周边神经病变的 任何一个症状的残留 而且这些病人 有24%的病人 觉得这个周边神经病变 影响到他开车的功能 有60%的病人觉得 运动方面 因为这个周边神经病变的问题 有一些影响 而且研究有发现到说 有这个化疗残留的 这个周边神经病变的困难病人 他跌倒的机会 会比正常的人要来得高 增加了许多 正常的人增加了许多